我把自己关起来 这留下一个阳台 每当天黑推开 从我对着一幕发达 看着往事一幕一幕 再次演出你我的爱 我把电视机打开 听着别人的对话 也许那些故事 可以给我一个交代 你要的爱 我学不来 眼睁睁看清电话 认真睁看清感慨 不能给你未来 我还你现在 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 当烟火流下来 上一朝代 分开也是一种明白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我要一枪双人床 中间隔着一片海 感情的五点就留给世界 慢慢漂白 把爱收紧胸间 左边口来 最后的疼爱 是手放开 不想用言语拉扯 所以选择不责怪 感情就像红尘月太 有人走 有人来 我的心是一个战牌 选择等待 我把收音机打开 听着别人的失败 哽咽的声音 仿佛说着相同 被爱你的依赖 还在胸怀 我无法轻易推开 我无法随便走开 感情中专心的人 容易被伤害 小光也真是 不情一定很难过 问题不在小光 在你 李凡 你会接受小光求婚吗 小光和珠心相爱 我怎么可能接受呢 那你会接受我求婚吗 好 我已经知道 我生下的日子不多了 说不定我今晚一睡 就再也结婚了 所以 不只是小光向我求婚 包括你向我求婚 我都不会接受的 不要这么说吧 不管你还剩多少日子 我一定要娶你 从此个性分分秒秒地陪着你 小光 陪我不一定要结婚呢 李凡 我认真地想过了 我一定要让你当我的新娘 要让你当角色的第一百个新娘 这不只是你的愿望而已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你不能拒绝我 陈威 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朱青了 你去帮我劝劝小光 好不好 好 我过去劝她 为什么突然向伊凡求婚 为什么你可以向她求婚 而我却不能 你还爱伊凡吗 我必须为她做点事 我想听实话 你是不是还爱着伊凡 伊凡一直都在我心里 我从来没有放弃她 那朱青呢 你对朱青难道没有爱吗 我喜欢朱青 但伊凡是我生命中 无法割食的一部分 如果没发生这事 我会娶朱青 但是你知道 我已经伤害伊凡了 她已经 我想 我想要弥补她 你这是同情 不是爱 况且 伊凡现在有我 你不应该再次伤害朱青 朱青会理解的 你能确定吗 我们都曾经伤害过伊凡 结果如何 我们很清楚 而你现在 物料弥补对伊凡的愧疚 而去选择伤害朱青 那伊凡走了之后 你又如何弥补朱青呢 朱青还活着 总有机会 伤害一旦造成 将永远无法弥补 你不要忘了 你说了那么多 无非就是让我把伊凡让给你 小刚 取伊凡是我的梦想 但是 我来不是要跟你争伊凡 而是要告诉你 过去 你没有好好地珍惜过伊凡 结果 你失去了她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朱青 你好好把握 朱青啊 小刚只是一时冲动 才会说出要娶伊凡的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怎么可能不放在心上 小刚本来就是伊凡的男朋友 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 他和伊凡已经是夫妻了 可是他们两个人 毕竟已经分开了 你就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嘛 可是小刚爱伊凡呢 要不然他怎么会弃我而去 伊凡 他不会接受小刚的求婚的 这点我可以确定啊 我当然知道伊凡不会答应啊 我只是在怀疑 我对小刚心里的地位 到底是什么 你在小刚心里的分量 绝对无人可比 你们曾经有过孩子 你们的感情 是经过多少波折才建立起来的 那他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 他自认为 这样会让伊凡快乐 可是我不快乐啊 我知道 伊凡他也不快乐啊 我不知道 我也想让伊凡开心啊 如果小刚娶伊凡 伊凡能够开心 我也愿意 可是爱情 不是礼物 不能给来给去 让来让去 小刚他只是意识冲动啊 他已经伤透了我的心 就算他想清楚 不去伊凡 我也没有办法原谅他 周青在吗 伊凡 他要我来安慰他 他还好吧 他可难过 你伤害他了 我问的是伊凡 小刚 你真正应该关心的人是朱青 别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我知道这么做是伤害他 我明白该做什么 我会帮助伊凡完成 当第一百个信仰的心愿 我可以替他完成这个心愿 伊凡许愿的时候 是为我 而不是你 小刚 你这么坚持 我也没话说 如果你非取伊凡不可 至少先得到朱青的谅解 还要伊凡的同意 如果可以做到这两年 我无条件最初 我会做到 朱青 他在花园 朱青 你来干什么 我来请求你谅解 不必了 也不需要 反正我们这些玩完了 干嘛 你放开我 别碰我 朱青 你不要这样好吗 我 我也很难过 你难过 你骗我 玩弄我 和我搅活了一圈 而你现在却像一帆求婚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我如果真的是跟你玩一玩 我根本就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来请求你的谅解 就因为我真的对你有爱 所以我才会难过你懂吗 可是你说伊凡是你这事的真爱 我和他在一起六年 对他的爱 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吗 你骗人 你不爱我 你如果爱我的话 你就不会这样对我了 我知道这么对你不公平 可是 我请求你的谅解 你知道吗 在过去跟伊凡相爱的日子里面 我不懂得去珍惜 还做了很多事让他难过 眼看着伊凡的生命 一天一天地结束 你知道我心里 有多痛恶 所以我发誓 我一定要竭尽所能 让伊凡在最后的这一段日子里 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地活着 可是他现在爱的是韩威 我知道他现在和韩威在一起 可是我也相信 在他内心当中一定还有我 你别忘了 他学校做第一百个新娘的心愿的人 是我而不是韩威 那如果 他心里没有你呢 我会把他交给韩威 我恨你 我恨你 我是说如果 如果伊凡姐真的走了 那我们角色 会不会关门大吉啊 关门大吉啊 那岂不是很可惜吗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要敢说 这个乌鸦嘴 就是啊 你们七嘴八舌的在聊什么 啊 李莉啊 你说 我说 哎呀 你们不要怀疑我妈 我们担心伊凡姐撑不住了角色怎么办 原来你们是担心饭碗不保啊 我们担心的是角色 角色在上海好不容易打下一片天下 如果去这样结束太可惜了 是啊 我们虽然是个新公司 可是在短时间内 我们也筹办了不少婚礼 其他公司都好眼红呢 是啊 我们已经策划了九十几次婚礼了 李莉 你说办了几次婚礼 刚结束九十七次 大户天就是九十八次了 已经九十八次了 这么快 各位 不管角色的未来如何 我相信 伊凡一定会有所安排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伊凡的心愿 她一直都想做角色的第一百个新娘 我一定要想办法 让她完成这个心愿 瑶瑶 暂时不要再接待客户了 嗯 可是我们好像还差第九十九队新人呢 怎么办啊 是 九十八队后面没有其他人了吗 没有 这么说 我们还要找一对啊 喂 喂喂喂 谁啊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 这边信号不好 朱青啊 我们会想办法 让一帆姐当第一百个新娘 可是新郎是谁呢 小刚 我跟小刚已经分手了 新娘是谁不重要 只要新娘是伊凡就行了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再找一对新人 让伊凡成为第一百个新娘 一样 把谣言都给我 一样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对新娘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那儿 你去哪儿 我 瑶瑶 我不逼你 只不過時間不在我們手上 我不知道伊凡的生命什麼時候會結束 如果我們不把握這次機會 伊凡的心願恐怕永遠都無法完成 李亮 我雖然接受你的追求 但是我還沒有想嫁給你 不過為了伊凡姐的心願 你答應了 瑶瑶 我告訴你個好消息 我們角色有救了 剛才打電話給我的那個人 你知道是誰嗎 他叫江濤 他是我媽媽的同學的小孩的妹妹的叔叔 要我們給他辦婚禮 現在我們角色是腳隊之前 終於出現了 原來是這樣 伊凡姐 瑶瑶 我看你 就接受李亮的求婚 我 成為角色的第一百個新娘 我 你不喜歡李亮 我不是不喜歡她 可是伊凡姐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的心願 就是當角色的第一百個新娘 現在這第一百個新娘 跟我無關了 你們不需要再為我張羅這件事情 我不會接受的 伊凡 好了 朱青 我們不要談這些好不好 至於你們關心角色的未來 這就是我今天來的主題 我 稍後把這個放給大家 一凡 你要把角色的股份 分給大家 這個角色 雖然是我主創的 可是 卻是你們努力得來的 她應該屬於你的 可是為什麼菁英全是我負責 而不是朱青呢 因為伊凡知道 我治不在此啊 是啊 朱青只不過是個監察人 平常沒事的時候 就來看看你們有沒有努力工作 最重要的呢 是要照顧我爸媽 你有沒有好好工作 別讓我爸媽餓肚子了 伊凡姐 我們一定會把角色經營得有聲有色 我還有個條件沒講完呢 伊凡姐 你的條件我們一定會做到的 很好 伊凡姐雖然沒有辦法成為 第一百個新娘 可是我想要親自主辦 角色的第一百個婚禮 而這個婚禮就是 瑤瑤和李亮 可是 瑤瑤 答應 好啊 真的嗎 李亮還不快求婚 瑤瑤 請你嫁給我 做角色的第一百個新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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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青 嗯 你找我們啊 多美 趕快把那個姜拖到電話地址給我 你要做什麼 搖搖李亮 我還是想讓伊凡 你呢 我對著叫我 小天 啊 你叫你去看 那一堆 你是 你做說裕子 公司的经理我叫朱青 我是来跟你谈婚礼的事 怎么样 江涛怎么说 他答应把婚期延后了吗 杨阳 恭喜你 你准备要当角色的第九十九个新娘 还有 大家千万记住 这件事情 一定不能让一凡知道 免得又生变了 好了 现在我们要开始准备九十九 还有一凡 第一百个婚礼 好了 好了 别疯了 都变成这样了 疯了吗 叫别人做就好了 你把婚纱还给我 你就不要疯了好不好 小刚 你怎么就这么不懂我呢 这是瑶瑶的婚纱 瑶瑶要成为我们角色的 第一百个新年了 第一百个新年 原来是我 现在是瑶瑶 我看着她穿上 就会想到是我 这或许是我生前 办的最后一次婚礼 我做到最好 嫁给我 我们来完成你这个心愿 我想瑶瑶愿意等她 小刚 你不要这样 我不会嫁给你的 你本来就是我的 让我来完成你这个心愿 小刚 我不会嫁给你的 我现在不会嫁给任何人 你知不知道 我不是任何人 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事 但是你应该知道 我最爱的人还是你 我一直爱你 不管你得了病 不管你还能活多长时间 不是这个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是寒薇对吗 你想嫁给她 你说 我 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你跟寒薇对我都很重要 你是知道的 你们都很重要 你们都很重要 我 你 祝你 给我 有 你们都很重要 你 别 我 我就 你 你们来 你 是 你 我 小刚 等一等 我刚从义凡回家 我知道 我是跟来的 有事吗 小刚 我想了很久 我不想义凡在仅存的日子里 还深陷在你我的争夺当中 我退让 一番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 熬过飘雪的冬天 一句话能撕裂 多深的牵连 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 最初的爱越像火焰 最后也会被风熄灭 有时候真话太尖锐 有人只好说着谎言 假如时光都流亡 能做什么 找你没说的 却想要 假如我不放手 你做你以后 会怪我和我不感动 想假如 是最空隙的梦 是最空隙的梦 你们来吧 你每天熬夜帮瑶瑶逢嫁衣 叫你睡你不睡 难怪你会觉得这么虚 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吗 我不想浪费时间 怕一睡就醒过来了 一番爱你别胡说 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不用休息了 我没事 您放心吧 一番姐 还是快点进去吧 不行啊 这场婚礼由我来主持 坐在轮椅上怎么得吃啊 没脾力差 坐轮椅可以一分止步一分休息啊 我不要坐 不要坐 好了好了啊 不做就不做 等你累了再说 我们进去吧 叫的你的事情都办妥了吗 办好了 你只要在一旁看就行 走吧 新娘新娘 准备得怎么样 一番姐 你还好吧 一番还好吧 没事 只是有点喘 瑶瑶 让我看看你 好漂亮啊 瑶瑶 你是我们角色 最漂亮的新娘 就会杀死你的 这场婚礼也是你的 所以一番姐很感谢你帮我完成这个梦 嗯 帮我完成 我无法完成的心愿呢 一番姐 瑶瑶 别把妆都扣花了 嗯 李亮 你来帮一番姐剥补妆吧 嗯 不用不用 今天也要是主角 我怎么可以抢了她的风头 当然要抢啊 她上了台啊 一定紧张死了 我们两个是伴娘啊 当然要迷到 所有的男人 嗯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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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妹 戒指呢 在我这里 放心 今天的婚礼绝对不容许有任何闪失 一番怎么样 我好担心她 她好虚弱 没走几步就喘不过气来了 独卿啊 把一些没有必要的白纹乳节省略 免得一番体力撑不下去 嗯 小可豆妹 嗯 麻烦你们去请四仪省略过程 千万不要拖时间 知道了吗 嗯 我们走吧 好 小哥 你还好吧 还好 就谁在紧张 小哥 你还好吧 小哥 要缓和情绪 千万别让一帆感觉到什么不对 还好 就谁在紧张 小哥 不 一帆呢 田伯伯 田妈妈 一帆在休息室 我女儿她今天怎么样啊 看起来有点虚 不过还好 田妈妈 你别难过啊 我们一定要开心一点才是 我知道 今天是女儿大喜的日子 这儿 爸爸 爸爸 乖乖啊 来 韩卫 一帆呢 在休息室里 现在一帆怎么样了 精神倒还好 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 希望她能够撑得住 好 这就好 希望她要撑住 梁 梁 从今以后呢 瑶瑶就是你一生的牵挂 嗯 知道吗 一帆 还好吗 我还好 如玉啊 以后记得带乖乖到韩卫家去 那怎么行啊 那不是耽误你跟韩卫在一起的时间了吗 之前都是我跟韩卫在一起 我觉得她应该现在多陪陪你啊 怎么 你们两个人好像在互相牵让啊 韩卫啊 你觉得如玉是不是一个好女人 是啊 是个好女人 如玉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说真的 我很希望你跟韩卫能够结婚 不 如果时光能倒流 我希望你能跟韩卫结婚 我想参加你们的婚礼 问题是 时光是不是可以 可以啊 来得及啊 你要是 好了 不要说了 瑶瑶已亮 时间差不多了 要开始了 走吧 你是要开始了 嗯 我们出去吧 走 好 好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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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没事吧 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恭喜你们 各位来宾 我们现在恭喜瑶瑶跟李亮 成为角色的第九十九对新人 现在我们要继续办角色的第一百个婚礼 而这第一百个新娘就是一番 我的婚礼 你们 朱青 我 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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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怎么想 怎么说 怎么做 我们一定要让你完成心愿 成为第一百个新娘 我人都已经快死了 这么做有什么用 一半 即使你只剩一天的生命 我们也要让你完成心愿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呢 我们不逼你 你怎么会答应呢 你们都知道了 今天来这里所有的人 都是来参加你当第一百个新娘的婚礼 你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会答应你们 做第一百个新娘 可是 是谁娶我呢 唐玥 一半 我愿意娶你 可是我想了很久 觉得还是小刚比较适合你 毕竟你们认识那么久了 你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过去 我让你快乐 让你开心 所以我决定把你交给小刚 小刚 我对一半的爱不比你少 我把它交给你 你要给她两份爱 你的 还有我的 我知道 谢谢你 河梅 河梅 我爱你 我答应我 要为你完成新人 既然你们花了那么多心思 让我成为第一百个新娘 我一定完成你们的心愿 一半 一半 一半太虚弱了 朱青 一半可虚弱 把轮椅推过来吧 我不要 我不要做轮椅 我答应过老爸 要玩这老八的时候 不如叫唐的 对不对 是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凡 老八 怎么样 我没事 爸 我结婚了 你要开心 不要难过 对 我开心 我终于披上了婚纱 走进了结婚的礼堂 面对着曾经和现在爱过我 和我爱的人 面对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我的心里 充满了感激和心怒 也让我回忆起 那么多快乐的时光 那些充满温馨的岁月 是你们 使我学会了坚强 学会了珍惜 珍惜那些快乐 和幸福的美时美刻 你 又在买 小前 来 我宣复 你凡成为我们 第一百个新娘 第一百个新娘 这是我最初 也是最后的愿望 今天终于实现了 我真的谢谢你们 我最好的伙伴 朋友 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那些 我曾经深深爱过的人 是你们 给了我今天这最幸福 最美丽的日子 你也如愿 做了第一百个新娘 是的 我终于如愿以偿 我终于艾伦 我认识我 你快想和我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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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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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承认 不敢释放我的真心 所以我相信 也会是你的问题 太多太多的激情 窗屏层风依旧的景地 让我们失去选择的余地 是你 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 决定我的伤心 如果我们还会 重新相遇 我会用感觉 拥有所有的你 是你 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 决定我的伤心 如果我们还会 重新相遇 我不会让你 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 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 决定我的伤心 如果我们还会 重新相遇 我不会让你 决定我的伤心